做了寬筒膝關節手術後 坐的椅子最好有實正的i-pan和扶手 如果位置矮過膝頭 就要用高密度的海綿cusion或床磚來墊高 椅子的高度要比膝頭高兩寸 先符合寬關節手術後的預防措施 把椅子和床高一點 位置實正一點 坐下和起床的時候就會容易很多 如果要坐下應該先退後 等對腳碰到椅子 然後伸出做了手術的直腳 伸兩隻手去後面扶著兩邊扶手 慢慢坐在椅子上 留意寬關節要比膝頭高 正確起床的方法是先退身去到椅子 然後伸出做了手術的直腳 雙手按住兩邊扶手 再用好腳撐起來 算… … … …